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单位训斥愣头青一般 端着老领导的架子 对病床上的奶奶滔滔不绝 我养了你一辈子 钱上从来没有限制过你 不过就是麻烦你为我煮碗老馄饨而已 鸡汤不对味 猪油腥味重 连馄饨都粘牙 一点点小事都做不好 不过说了你两句 就学人家吞药了 我这张老脸都被你丢尽了 你都不知道小区里的人看我是什么眼神 不耐烦的爸爸抬头看到了我 殷勤地来接我手上的东西 朝朝来了 快劝劝你奶奶吧 也不知道怎么气性就那么大 一辈子不和人来往 多多少少心里有点问题的 等他出院了 我就帮他约个心理医生吧 我厌恶地避开爸爸伸过来的手 倒也不用看医生 你少逼着问他要钱花 他自然身心健康 长命百岁 他尴尬地手一缩 小心翼翼去看爷爷的脸色 爷爷果然狠狠瞪了他一眼 就开始了一成不变的训斥 我懒得听 趁机静止走到奶奶床边 一旁的姑姑阴阳怪气地扫了我一眼 又没什么大事情 何必放着学不上 跑这一趟 妈也是 一把年纪了 闹这些小孩子提气 把大家都折腾得够呛 工作生活都挺累的了 您能不能少做点 奶奶蜷缩在床上 小小一团 单薄地像一阵风就能把他带走了 曾几何时 他也是我伟岸的山 在我最不知所措的年纪 突然失去所有时 把我抱在怀里 跟我说 没关系的招招 还有奶奶 他们贪玩 奶奶不贪玩 奶奶一直一直陪着招招 爸爸妈妈怒吼着 把家砸得稀巴烂 只为了推脱掉我这个拖油瓶 争抢名下唯一的那套房子 奶奶也像今天的我一样 忍着泪水举着菜刀 直面着爸妈的冷血无情 再动招招一下 我就跟你们拼命 那个狂风暴雨一样的家 那个爸妈推散着 让我从楼梯上滚下去 头破血流的家 是奶奶撑着一把摇摇晃晃的小雨伞 将我背着脱离出去的 那把伞 他为我举了十几年 举到如今 我快能自己撑伞了 他却要飞走了 这一路上的心惊胆战与惶恐 这一路上强忍的泪水与害怕 在他们止不住的锅灶里 瞬间爆发成了声嘶力竭的咆哮 不愿意待 都给我滚 啰里巴缩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们嘴巴臭烂话多吗 他都躺在病床上了 你们是不是不逼死他不肯罢休 说着 我顺势抽出旁边的水果刀 死命往几个人胸前推 不就是耽误你们工作 给你们添麻烦 碍了你们的眼吗 捅死他吧 捅死了什么麻烦都没有了 软刀子和冷暴力 你们用了几十年了 不如一刀了结了他大家都痛快 来啊 几个人畏惧我手上明晃晃的刀 和我近乎疯狂的状态 咽下责骂 善善住了嘴 我大颗大颗往下掉眼泪 奶奶有个好歹 你们这些刽子手 一个都别想好过 转身将提包骨头 宛若孩子的奶奶抱在怀里 我才发现 假妹的她 满是沟壑的眼角里滚出了两行青泪 握住她粗糙枯瘦的手 我心止不住地抽痛 奶奶 你的招招回来了 不怕 招招会保护你 奶奶手抖了抖 再也忍不住扑进我怀里 痛哭了起来 哭够了 她抬起头问我 招招 奶奶这个年纪 要是学他们年轻人一样离了婚 是不是会给你丢脸 我心下一颤 几乎是下意识地抬眸看向了走廊上 压榨了她一辈子的 所谓的家人们 爷爷大男子主义 除了工资一分不少地交到了奶奶手上 几乎从没有用平等的眼神瞧过她一眼 更遑论尊重 方平 我的衬衣怎么有一个褶皱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这件衬衣我每个月月初开大会的时候都要穿的 你就不能提前一天再拿出烫一遍 方平 今天怎么回事 心不在焉的 菜都咸了 让人怎么吃 没有青菜小孩子的营养怎么能均衡 重新炒一个 方平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狗每天最少要六三次 尿在家里臭死了 快快 把地上的骚尿擦干净 再带着狗去洗个干净澡 方平 你天天闲在家里 就这点家务活 怎么就干不好 奶奶向她的贴身秘书加家庭保姆 没完没了的要求 没完没了的不满 她看不到奶奶粗糙的双手 看不到奶奶满头的白发 更看不到七十岁的她 老当一壮神采奕奕的时候 六十五岁的奶奶 已经在没完没了的家务活里勾搂了腰 满脸勾壳憔悴不堪 吊儿郎当的爸爸像断不了奶的好大耳 从跟妈妈离婚以后 就住在家里吸奶奶的血 那些年 我就像脱油瓶一样 被爸爸扔在奶奶的跟前 日夜不停地吸食着她的青春 爸爸还不知足 伸手就是要钱 妈 我明天要去面试 给我拿点钱 置办行头呗 等我问爸要 挨骂的就是一家人了 妈 朝朝下个月暑假 我要带她出去玩 你给我准备点资金呗 我是无所谓 朝朝总不能吃不好玩不好吧 妈 我朋友手上有个好项目 这次一定靠谱 二十万就二十万 这是个翻身的大好机会 你总不能让你儿子一辈子被人看不起吧 行啊 你不给我我就去找招招要 她妈拿走了我的房子 我去要点生活费也不过分吧 就是不知道她同学们会怎么看待单亲家庭的孩子 我成了绑在奶奶身上的绳索 线的那一头 捏在爸爸手上 她一次次拿我逼着奶奶拿棺材本贴补她 兴冲冲地挥霍掉奶奶一毛钱一毛钱 从生活里攒下的养老钱 她看不到奶奶转三趟公交去买便宜菜的辛苦 看不到奶奶一件衣服穿三年的艰难 更看不到爷爷训斥奶奶乱花钱时 奶奶心虚到头都不敢抬起来的卑微与无奈 甚至在要不到钱的时候恼羞成怒 你要是立得起来 我也不用总看我爸的脸色 连要一点生活费都要被骂得狗血淋头 当你们儿子我真是倒霉死了 姑姑更甚 她怕嫁去婆嫁受婆婆刁难的苦 干脆一家搬回了娘家住 却像指挥保姆一样指挥奶奶 妈 家徽的衣服要手洗 纯羊毛的容易变形 她脚臭 袜子别和衣服一起洗 妈 小童今天四点放学 你接她的时候别忘了带一份披萨 我答应过她的 对了 也带上她的狗 妈 我今天想吃辣的 不想跑了 你就在家给我煮火锅吧 毛毒洗干净点 奶奶伺候不动她一家子 说了句不然请个保姆吧 她老了 坐不动了 姑姑头都没抬 随便你 只要不让我动手 请谁我都是无所谓的 姑父却满面为难 保姆工资也不低啊 我和卉卉还要换学去房 手头也紧 妈你看能不能 奶奶满是失望 姑姑顿时不乐意 闹到爷爷跟前 妈就是重男轻女 看不惯我在家白吃白喝 找着借口赶我们走呢 哥哥在家闲了半辈子 也没见他说 伺候不动 伺候招招的时候 浑身是进儿 到我这儿了 就年纪大了 腰疼腿疼 头晕眼花 连接小童放学 也一堆借口 算了算了 我搬出去算了 没爹妈的孩子 总是没人疼的 最后还是爷爷大手一挥 做了好人 这是我为家 我还没死呢 轮不到别人做主 都是我的儿女 一视同仁 什么资本主义作风 请保姆 我不答应 姑姑说 爷爷是最开明的爸爸 小童钻进爷爷怀里 挂着他脖子说 外公是世界上最好的外公 不像狼外婆 坏 只有奶奶 孤零零地满身疲惫地 站在一旁 像一片被肆意秋风 打到摇摇欲坠的枯叶 她这一生 像榨油机下的芝麻粒 一点点挤扁身子 落下点滴油水后 连扁了的身子 都在尖锐的牙齿下 被啃得稀碎 所以 生而为人的她 被压迫了一生的她 也想要尊严和自由的她 在经过那么多日日夜夜的挣扎后 终于从生死线上下定了决心 她要逃离 逃离压迫 逃离轻视 逃离旧社会思想禁锢下 挣脱不掉的牢笼 而被她养大的我 自然没有反对的理由 奶奶 无论你做什么决定 我都支持你 不要害怕没有依靠 朝朝快毕业了 我养你 像你养我一样 给你穿最时髦的衣裳 带你染时髦的头发 和你去旅游 带你享受这个世界 奶奶被我轰笑了 笑着笑着又红了眼眶 有招招这句话 奶奶就有勇气了 但我还不至于要你养 给她做了一辈子保姆 也该给我开工资了 我的鼓励 像个定心时 让奶奶愈加坚定 要离婚的念头 老太太不懂法 离婚协议 是我带着律师起草的 出院那天 奶奶一直不肯走 好不容易来接她的爷爷 不耐烦地催 磨磨蹭蹭做什么 我和李书记约好了 去农庄喝茶钓鱼 再磨蹭就赶不上了 一辈子都是这个窝囊样 磨磨叽叽 拖泥带水 半点爽利人的样子都没有 我爸拎着出院的小包 钓耳郎当半靠在墙上 我也有事 不能陪您吃饭了 把您送到家了 我就得走 您抓紧点时间 姑姑拎着她新买的名牌包 手表看个不停 我可是请假来的 只有半天时间 您别再折腾了 我投降还不行吗 我满腔怒火 就要发火 奶奶却捏紧我的手 冲我摇了摇头 直到律师带来了 奶奶要的离婚协议书 一直不情不愿的爷爷 突然暴跳如雷 不就是一碗馄饨的事吗 我跟你道歉 还不行吗 这把年纪 你跟我闹离婚 我老脸还要不要了 赶紧收拾东西走 牢里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了 爸爸扔下了包 一脸的难以理解 妈 你没事吧 住着别墅 花着我爸高额退休金 儿女双全 子孙还兮 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呀 闹脾气也有个限度 难道非要沦落到跟小区里 捡垃圾 做保洁的老太太一样的下场 你才满足吗 丢人丢到外人面前了 你也为你的儿女们想想吧 姑姑也抱着手臂 坐到了床边上 爸都跟您道歉了 您还想怎么样 如果不满我住在家里 我明天就搬走 真的挺累的 别闹了行吗 奶奶紧紧攥着怒气冲天的我 望着他们 眼底平静如水 我要离婚 不是胡闹 是不是在你们眼里 我已经卑微到 连离婚的资格都没有了 还是你们断不掉奶 非要吸尽我最后一口血肉才收手 可我现在醒悟了 我不要你们了 说破天 也不要了 几个人一惊 愣在当场 毕竟一辈子 谨小慎微看爷爷 脸色过活的奶奶 从来没有直起腰杆过 旧时代思想熏陶下的女性 没有人权 为家庭子女奉献一生 成了她的本分 谁都可以有要求 谁都可以有话语权 只有她没有 她像一头任劳任怨的牛 勾着腰杆 耕耘在一代又一代的四方宅院里 没有理解 不被重视 恍若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 你又不工作 就这点家务活而已 消磨闲暇时光不正好 哪个父母不帮衬子女带孩子 孩子能让你带 说明跟你感情好 跟着我 多少也是个领导夫人 你脸上有光 你儿女不也跟着有光 爷爷是文化人 不会拳脚相加 可家腔带棒的酸话 霸凌了奶奶一辈子 她不该 也不会有反抗精神 所以 今天的反抗 让爷爷怒不可遏 方平 你是病糊涂了吗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好好说话 收拾东西跟我回家 今天的闹剧我 全当没有发生过 爸爸和姑姑 冷眼旁观 对奶奶的不满 只差写在了脸上 只这一次 他们的团结和要求 没有像从前一样 被畏缩的奶奶 当作圣旨 她浑浊的眼里 甚至露出了从未有过的坚定神色 不了吧 也想尝试人生里的另一种可能 顶着所有人的诧异 她对着爷爷唯唯而道 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 你妈断腿那年 我没有从服装厂里辞职 我在缝纫机里 踩着我的未来 没有任何人能绑架得了我 你妈对我不满 你也更加看不起我 堂儿皇之 把你身边的小秘书带回了家 她温声细语又有文化 把你妈照顾得很好 你在她身上 看到了贤妻良母该有的样子 也像找了灵魂契合的伴侣一样 一无反顾 抛弃了我们五年的婚姻 因为服装厂倒闭 我失业了 一双儿女被留在了你的身边 你夺走了我五年经营 来的一切 我像被抽走了一半的性命 生不如死 可我手工活太好 厂长南下办了新的厂 我被招过去做了技术指导 我干活认真 夜以继日 厂里出了笑意 我也跟着水涨船高 后来 小厂变大厂 大厂成公司 公司变集团 我成了股东大会里的一员 在临海的城市 早早住上了带落地窗的大房子 而那时候的你 因为小秘书婚后的性情大变 和你妈闹得水火不容 一双儿女也跟着遭了难 你家无宁日 工作上自然力不从心 很快错误不断 从一线上退了下来 往日微风不在 小秘书找了更大的领导 你失业婚姻双双滑铁炉 正在一蹶不振的时候 想起了方婷的好 你让一双儿女南下做说客 要他们求我给他们一个完整的家 可那时候 我坐在大大的落地窗前 烫着石星的波浪卷 喝着咖啡 在想着下半年进军欧美市场时 我是不是要跟着市场部 去往大洋底岸 至于你 我早就忘了 看不上也不要了 儿女像现在一样 被你强势的妈 惯得自私又无能 还想拿着血缘的纽带 踏在我身上吸血 逼我接他们南下 进我所在的公司 占我半辈子耕耘的成果 我却头也不回地出了国 切断了被啃咬的源头 我在一国他乡临海的城市 买了小院子 学英语 学设计 学插花烘焙和跳舞 人生风盈 实在惬意 可眼睛一睁 我在冰冷的病房里 耳边是你们锅躁的指责 我这一辈子 也太窝囊了一些 连仰望自由的姿态 都不敢摆出来 向往的生活 都只敢藏在梦里 醒来却只留一枕头的泪 所以我想试试 成全自己的另一种可能 我心疼得都要碎了 眼泪不要命地往下掉 可压榨了奶奶生命的三人 不仅没有半分贵色 反而满眼都是不屑 爸爸和姑姑听得又气又恼 尤其是他们为求富贵 去摇尾起连 却又被奶奶无情抛弃那段 更是击碎了他们的自尊 他们歇斯底里 冲奶奶大吼大叫 你都这把年纪了 还做什么白日梦 潇潇停停过日子不好吗 还去大洋彼岸烘焙跳舞呢 只怕是电视剧看多了吧 奶奶却不为所动 皮笑肉不笑地 看向了面色苍白的爷爷 就当我是冰死的一想吧 可你们的爸知道 我是可以的 对不对 齐刷刷的目光落在爷爷脸上 他却心虚地撇开了脸 若若回了一句 谁知道你的 全凭一张嘴 张口就来 奶奶艰难勾了勾唇角 昨天你的小秘书 吴芳芳来看我了 她是来看我的下场的 爸爸和姑姑 顿时面色一变 爷爷也打翻了茶碗 奶奶不动声色 扫了他们一眼 继续道 那年她被开除的举报信 是你妈送去的 她却恨了我一辈子 直到知道 我当了一辈子的保姆 林了自杀了 还被你在她面前吐槽 给你惹了麻烦 她才觉得我这一辈子够可悲的 她来向我示威 毕竟她嫁得虽不好 工作却还不错 儿女也很孝顺 甚至成了你的白月光 被你念念不忘 连她儿子的工作都是你安排的 她说她赢了 我除了占了个夫人名头 没有一点赢过了她 爷爷心虚地不敢和奶奶对视 爸爸和姑姑更是被炸雷 惊得呆在了原地 爸 你说你不能晚节不保 连我们的工作都不管 却给老情人的儿子安排工作 莫非她才是你儿子不成 姑姑也难得表示了不满 你怎么能当着外人面这么说吗 她才是你合法的妻子啊 而且背着我妈跟小秘书不清不楚 也太不道德了 爷爷神色变了变 她当家做主的威严 不许她认输 拍着桌子发起了脾气 方婷 你别在孩子面前胡言乱语 毁了我名声 我也不可能由着你胡闹离婚的 奶奶似乎早有预料般 笑得冰冷 是我胡说吗 当年她为你打了个孩子 你妈瞒得紧 但半个单位都知道了 也是我胡说吗 那时候假装被蒙在鼓里的我 多想跟你一拍两散 再狠狠给你们两人几个耳光 可孩子好小 一个拽着我的衣角说 妈妈是最好的妈妈 她会成为男子汉 永远站在妈妈身前 一个钻在我怀里 给我擦眼泪 说家务太累 把妈妈累哭了 她长大后会给妈妈请保姆 不让妈妈那么辛苦的 我不忍心让他们落在后妈手上受苦 所以我忍了 爸爸和姑姑面色一白 不再吭声 奶奶看着他们 只剩讥讽 为了你们 我忍气吞声 辞掉工作才保住了家 她更加看不起我 黄脸婆 伸手问她要钱过日子 所以你奶奶给我脸色 在你们面前说我坏话 惯着你们不和我亲近 你们嫌我没有同学妈妈漂亮 不如邻居阿姨工作好 甚至配不上你们的领导爸爸 爸爸和姑姑想争辩 却终究在事实里 找不到反击的余地 爷爷垂着头 不敢与其他人对视 奶奶厌气地挪开了视线 她都看在眼里 不仅不理会 还洋洋得意 端着我配不上她的姿态 对我呼来喝去 我有一点令她不满意了 她就一句 这个家不靠我撑着 你和你一双儿女 要饭都找不着门 对吗 老领导 爷爷慌张得点了一支烟 被呛得咳嗽不止 显然 奶奶说的都是真的 爸爸厌烦地夺过烟头 烦躁地扔进了烟灰缸里 别抽了 医院不许抽烟 爷爷身子一僵 却面对奶奶嘲讽的神色时 消了气焰 垂着头一言不发 沉默了一会儿 姑姑气弱地劝奶奶 忍都忍一辈子了 现在不是什么都过去了 还有什么可离婚的 把家业拱手让人 岂不是更便宜了她 奶奶失笑地摇摇头 我还没有蠢到净身出户的地步 夫妻共同财产 我也有一半的 别墅你们住着 我就不要了 就当我留给你们的吧 存款我要拿走一半 你爸有养老金 吃喝不愁 我什么都没有 拿走一半存款过分吗 几人再次沉默 法律上来说 奶奶拿走一半财产 完全正当 包括那套别墅 只是她太了解 自己的一双儿女 要得太多 他们不会放她走的 一半存款 比起那套别墅 实在不值一提 可即便这样 姑姑还是不满 妈不是受人怂恿 要把财产都挪给自己的宝贝孙女吧 这样的话 我可是不答应的 我爸眼睛一亮 藏着雀跃反驳道 妈就是把她的财产都给招招 那也是她的自由 招招跟妈亲 疼妈 爱妈照顾妈 总比你的小童可靠 妈住院半个月 她连一眼都没有看 姑姑被戳到了废管子 指着我爸鼻子骂 小童学习那么紧张 能和你爱管闲事的女儿比吗 你那个女儿就跟你一样 只会在妈面前装好人 骗着妈 把心都偏向了你们家 要把家产都给招招 我第一个不答应 我爸翻着白眼 管你大不答应 妈的钱 她爱给谁给谁 你不是很会讨爸欢心吗 占了最好的房间 又让爸拿退休金养你们一家子 也不差这点了 干脆让爸把他手里的那点钱 都塞你兜里好了 可别墅是妈留下来的 有一半也是我和招招的 眼见二人就要在医院打起来了 一直咬牙的爷爷发出了怒吼 够了 大庭广众之下 也不嫌丢人 然后转头看向奶奶 你就非得把家闹成这个样子吗 现在你开心了 奶奶白了他一眼 这就算闹了 我还没闹到你小秘书家里去呢 也不知道他老公和孩子 知不知道你们的关系 奶奶的暗示与威胁 让爷爷变了脸色 他无可奈何 咬牙切齿签了离婚协议 离就离 我才不惯着你 也就是分你几十万块钱 我就不信 没有养老金 也没有房子 这几十万 能管你后面的生老病死 爸爸和姑姑想劝 爷爷大手一挥 最多不要半年 他就要哭着闹着回家了 到时候只怕脸上无光 更是难看 奶奶不屑地笑出了声音 再难看也比你好 那年厂长给我发来的邀请信 是你烧掉的吧 好可惜 大服装厂里的技术顾问和针线老师 在九几年都能有过千的月薪 被你捂得严严实实 还是昨天从你小秘书嘴里 我才知道 你明明看不起我没文化 却又容不下我走得远 站得高 怕我踩到了你的肩膀 压碎了你的自尊 所以你掐断了我的前途 把我耗在了家务里 毁了我一生 你这样自私又狭隘的小人 我等着看你的下场 爸爸和姑姑难以置信地 望向血色全无的爷爷 爸 你怎么能这么干 妈的那个领导 也是进了福布斯富豪榜的 妈要跟着他干 拿着原始股份 说不定我们家都成了亿万富翁了 你不经人同意 扼杀别人的前程与梦想 对妈也太不公平了吧 爷爷面色变了变 还是昂着头强装出了气势 他去深圳做技术指导了 你奶奶的病身子 嗷嗷逮捕的你们两个扔给谁 我不要工作的吗 一个女人 最重要的不就是家庭 家都没了 再好的工作又能怎么样 一世寄静里 我笑了 所以 你瞒着奶奶 做了牺牲掉她 成全你自己的选择 踩着奶奶的付出 快活了一辈子 你还有脸了不是 你又有什么资格 看不起她欺负她呢 明明是你 把她从神坛上拉下来的 却又嫌她没了仙气 你可真是又当又利 好一个臭不要脸 现在好了 奶奶让位了 你的小秘书 终于能光明正大 听你诉苦水了 说不定还有外面的儿女 一起来孝敬你呢 爸爸和姑姑脸色大变 见女人 她敢消想我们的家产 我让她红遍整个海市 去她儿女单位闹 最好让他们在海市 都没办法立足 爷爷气得吐不出一句话来 捂着胸口喘粗气 爸爸懒懒地抱着爷爷 姑姑不仅不慢喊一声 他们俩对皇帝一般的父亲的不满 都付诸在了行动上 以后只怕更甚 而奶奶 把签好字的离婚协议 给到律师手上 拉着我出了院 三十多年前 我就该不要你们了 现在能甩开你们 也算我死前来了一桩心愿 别跟着我 赶着来劝和的爸爸和姑姑 被奶奶扔在医院的走廊上 人来人往 无措得他们像两个无家可归的孩子 赵赵 你可以请奶奶吃个法式西餐吗 奶奶想吃什么 赵赵都请 西餐厅里 奶奶尽量学着坐姿优雅 别角地捏着刀叉 七分熟的牛排 切得别角又艰难 我要帮她 却被她拒绝了 你爷爷说 这是养鬼子的东西 不适合中国人的胃 我捡了小童吃剩的牛排尝了尝 其实味道不错 我还很喜欢 她炖了一下 捏着高脚杯 抿了一口白开水 可是我们那样的家庭 我这样的人 是没有喜欢与讨厌的资格的 一辈子围着你爷爷转 成了她工作与生活的附属品 连想在院子里养盆花 都被她以招蚊子为由 拒绝得彻底 我听得难过 她也红了眼眶 其实我狗毛过敏的 但你爷爷宁愿让我 整天抹带激素的药膏 也要在她外孙面前当好人 她这个劳领导 人前立了一辈子的好人人设 其实傲慢自私 最是无情 我们那一代的人 太含蓄保守 明明知道是错的婚姻 可没有冲破世俗的勇气 也很不下心 做抛夫弃子的事情来 可招招啊 正因为我从鬼门关走了一回 我才不想 让自己死都闭不上眼睛 那晚她嘴里最简单的馄饨 我要从三点起来熬鸡汤 五点现包的 六点准时放在她的餐桌上 她只看到馄饨变了味道 却从来没问过我 高烧退了吗 纯草喂出来的土猪肉 又是从哪里买来的呢 一晚馄饨 她骂我了整整一早上 连小童都学着她的样子 指着我说不中用的狼外婆 我想我这辈子真失败啊 解脱了算了 可我鬼门关走一遭后 反而清醒了 那么不愉快的生活 我为什么要坚持呢 就不能在人生最后的阶段 痛痛快快活一回吗 昭昭啊 如果因为我自私的选择 给你造成了困扰 奶奶跟你道歉 她略带歉旧的泪水 从渐渐生光的眼睛里滚落 砸在我心头 闷闷生痛 沼泽一样窒息的日子 她过了几十年 多少的委屈 多少的绝望是我们永远不能感同身受的 可从她面对指责始终如一的沉默里 我只看到了她在死水般的婚姻里的深深绝望 那张离婚协议书 是她对带着血泪的婚姻与命运的抗争 是她要的自由 你是我见过最有勇气的奶奶 我的困扰就是 这样的你太让我骄傲了 奶奶扔掉了一身束缚 终于有了一丝活气 她给自己买了一束玫瑰花做礼物 我一辈子没收到过的花 如今 我自己给自己买了 算作奖励 话音落下 一只扑腾着翅膀的金色蝴蝶 飞过来 落下 又飞走 奶奶的视线 随着那只蝴蝶飞出了院墙 飞到更辽阔的旷野 她低声呢喃 我早该像她一样 飞出院墙 飞到属于我的天地里 自由翱翔 她不肯跟我北上 反而在郊区租了个小院子 我终于可以在自己的小院子里种花了 招招你喜欢什么花 奶奶种给你 她有了笨头 也有了神采 原本的她 就该是这个样子的 细心又勤劳 温柔却不失力量 她想要的东西 可以从开荒到撒种 然后等一个四季的轮回 迎接绽放 没有一种又一种身份的禁锢 没有一个又一个责任的束缚 她的身上 原来有那么多种的可能 看她忙进忙出的瘦小身影 我既心疼又开心 奶奶种的我都喜欢 招招帮你松土 离开海市之前 我去了爸爸那边一趟 拿奶奶的一些证件 奶奶才离开不到一个月而已 别墅里已经一团糟了 乌烟瘴气里 地上不是小孩的玩具 就是姑姑的快递 厨房的池子里堆满了碗筷 洗衣机上放的全是脏衣服 爷爷一辈子没伸过手 他不会干活 姑姑工作忙抽不开身 爸爸连袜子都搓不干净 怎么可能主动做家务 互相推脱理 在他们眼里 从来不存在过的家务活 只能堆起来了 看我无处下脚 爸爸尴尬地说 找的几个保姆都没看上 不是太圆滑 就是太木讷 一看就不适合居家过日子 爷爷瞥了我一眼 等保姆来了就好了 住一晚要不了命 别以为这样就能拿捏我 让你奶奶死了那条心 我爸撇撇嘴 我还是带招招出去吃吧 顺便给他开个酒店住一晚 一大早的飞机 晚上狗没命地叫 他休息不好 爷爷没说什么 目送我们离开的时候 我才发现 他身上的衬衣 不仅皱皱巴巴 还落了两大块污渍 我带着讽刺 冲他笑了笑 爷爷 你也学着洗洗自己的衬衣吧 烫衣服而已 很简单的 没有奶奶 也没了小秘书 你还要活的 不是吗 言外之意 别做出一副活不起的样子 让我鄙视你 他议会后正要发火 爸爸忙把我拽走了 走走走 爸带你吃好吃的 你奶奶把钱给你了吗 你爷爷不肯给我生活费了 你转我点 不多 五万块就够了 我有笔大买卖 他满眼阴切 看我像看财神爷 大概他以为 我和他一样 围在奶奶身边转 就是为了口袋里 那两个钢蹦子 看得我恶心 连面条也吃不下去了 爸 你四十多岁了 当了一辈子啃老的巨婴 现在又要啃小了吗 可我是被判给我妈的 也是奶奶带大的 你要吸我血 有没有问过他们 愿不愿意呢 不是人人都是你奶 会无条件灌着你 纵着你 医着你 你已经做没了一个妈 别做到最后 一无所有 巨婴的下场都不大好 你好自为之吧 大师所望的我爸 对着我起身的背影 破口大骂 骂我白眼狼 骂我狼心狗肺 骂声我不如生驼叉烧 我冷冷回头 叉烧不会帮你 从奶奶那里 骗那么多钱 叉烧也不会耽误 我妈大好的青春 还有自己是个垃圾 就不要指望能生出金元宝了 你们家就没那个命 他气到心梗 我走得坚决 一个眼神都没有给过他 这个家里 唯一能记住 我爱吃鸡翅根 不喜欢裙子和红色 怕水却喜欢夏天的 只有奶奶 他因为有那样一个 不负责任的儿子 而感到抱歉 对我和我妈 诸多照顾和帮助 以至于把利益 看得极重的我妈 也会跟我说 孝顺你奶奶就好 她为你做的 比任何人都多 想到我奶奶的时候 心里止不住很难过 为她蹉跎了一生 感到深深的可惜 可想到那个院子的 橘黄的暖灯光 想到她为我种 樱桃树时的 熠熠生辉 我心又暖暖的 至少 她终于也做了她自己 学校的生活很忙 每天一次 与奶奶的视频里 我都看到了 她和小院子的变化 她买了印记的花 栽满了前后院子 她穿着裙子 戴着编织帽 坐在太阳散下 给我看她亲手 做的水果茶 她用廊下的缝纫机 编做了一个手工包 将院子里鲜花制成的 干花瓣装在里面 打包寄给了我 她的手工很好 缝纫机拼接出的包上 她用彩线勾出了 我侧脸的轮廓 又用碎部缝出了 我的名字 这份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包 包含奶奶 对我满满的爱 也是她新生的象征 我随手拍下了 那个包的样子 加上奶奶小院子里的照片 和奶奶屋前院后 忙碌的身影 发到了社交平台上 一句65岁离婚的奶奶 活成了我理想的状态 获得了数十万流量 奶奶复古的包太有特色 她像她的包一样 古香古色 却不是新潮 她的笑容感染力很强 她院子里花草 和黄瓜架下的小瓜 都让网友很喜欢 甚至念旧情怀里 很多人也想起了自己的奶奶 一夜之间 视频点赞过外 评论区甚至有无数网友们 叫着奶奶上链接 包要 奶奶我也要 我受宠若惊 无所适从给奶奶打去了电话 奶奶 你的包成了网红包 你也成了网红奶奶了 她万分惊喜 问我什么时候 有空教她玩网络 她迫不及待 要将她会的手工 交给年轻人了 我看着面前要大改的论文 只能遗憾地说等放假 她失落地回了一句太久了 我没放在心上 埋头赶论文 直到有天 从自习室回到了宿舍 室友疯了一样 把我拽到了椅子上 这是不是咱奶 哇哇哇 咱奶太能干了 包能做 枕头能做 连猫咪的窝 小狗的篮子都能做 招招 你瞒得太好了吧 要不是在奶奶视频里看到了你同款的包 还不知道 你偷偷藏了这么好的我奶呢 我云里雾里 接过了室友的手机 某视频网站上 一个月不到 奶奶传了四个视频 三个交人做手工包包的 一个院前 种花屋后摘过的 她满头白发 脸上 也生了细细密密的褶皱 可她干净整洁 整个院子收拾得一尘不染 她不慌不忙摆弄她的花草 不慌不忙采摘她的瓜果 午后坐在廊下的缝纫机旁 运着热茶的香气 她穿着旗袍 在田径里缝制网友们的小包包 人是喧嚣 俗是浮躁 她的清冷与田径 既没有脱离世俗的烟火器 却又那么的岁月静好 年轻人喜欢在她身上 找自己奶奶的影子 从缝纫机的歌之声里 回望自己回不去的童年 上了年纪的人 也在她安静的小院里 找自己理想中的世外桃源的影子 她的粉丝很多 一个月就有十几万了 短短四个作品 都有百万的点赞量 屏幕里的她缓缓抬眸 浑浊的眸子里 亮晶晶地带着光 做包很简单 错了大不了 拆了重新缝 难得是做人 走错一步 拆了重来 就是伤筋动骨 可不管怎么样 不要怕 只要能重新来过 都没什么大不了的 她在说手上的包 何尝不是说她自己的婚姻和人生 看她衣裙烫得平平整整 并脚不落一丝乱发 连手上的粗糙都渐渐变得平滑了 我知道她真的过得很好 在六十五的年纪 她开始了新的人生 也开始了新的领域 不仅过上了理想的生活 也没有被时代抛弃 不耻下问的 请隔壁村的小孩哥 教她拍视频 剪视频 甚至用网络用语 她眼角笑出了花 别看你是研究生 拍视频和剪视频 你就是不如壮壮 别看人家才十岁 你瞧瞧我的视频 都是她教我拍 教我剪的 做得多好 壮壮啃着奶奶 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新鲜桃子 冲我黑黑一笑 露出了豁口的门牙 招招 奶奶也有社会价值了 不是一个没用的人 小朋友们喜欢我的包 有人撕信给我 要订不少货 指着网上卖东西 奶奶实在不知道怎么做的 因为她的喜悦 因为她的满足 我热泪盈眶 忍着哽咽回到 我给你当经纪人 其他的交给我 你只管做你的包 走你的路 我所谓的爷爷 却命我所谓的爸爸 给我打来了质问电话 你奶奶电话号码多少 她为什么不回我私信 一把年纪网络上卖惨 她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感受 几个缝缝补补的烂包包而已 也敢卖上百块 不怕别人举报她诈骗 事到如今 他们半点都没有反思 在这段破碎的婚姻里面 自己都充当了什么样的 吸血角色 依然像那么多年一样 轻视奶奶的付出 和她本身的价值 对她的成果挑三减四 甚至万分比一 和他们那样的人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只淡淡回到 你们算什么东西 也配我奶奶为你们着想 是你们爱她了 疼她了 还是为她付出了什么 都没有 故意换了电话号码 就是要和你们贴清干系的 你们不会这点自知之明 都没有吧 再敢骚扰我奶奶 我真的会报警的 爷爷一把年纪 不想晚节不保吧 我趴得挂断电话 根本不理会 他们的无能咆哮 在镜头前 奶奶脸上的笑容 从没断过 而手工定制的包 甚至当着网友面 直播这一针一线 做出的独一无二的样子 并不愁卖 赶在我寒假之前 奶奶已经靠她的手艺 接了上千个单 利润不高 却也挣了两万块 连带留守在家上学的壮壮 也分了八千 奶奶很自豪 也分了八千给我 自己就留了点生活费 经纪人也是要拿钱的 这规矩我懂 是你应得的 不要推辞 明年好好干 我们把包包事业 做大做强 缝纫机是我的强项 我们常理 我可是第一技工 我的傻奶奶 只知道卖包包挣钱 不知道直播做包的过程 打赏的钱 都够她做好多个包包了 可挣钱不是她的主要目的 她要的是被人肯定和认可 直播间里的大学生们 伸直脖子叫攒奶 攒奶 闹哄哄要求抱抱和包包的时候 她看到了自己身上的光 也看到了自己的价值 她脸上自信的笑容越来越多 甚至勾楼的身影也挺直了不少 那些年 被家庭压弯的腰 被爷爷生硬折断的脊梁骨 被旧社会的思想消掉的志向 好像都在一声声攒奶 一句句天了 好棒里慢慢长好 就连她瘦小的身影 在我眼里也渐渐高大了起来 我带她烫了头发 为她定制了旗袍 抹上口红的老太太 原是如此有风采 昭昭 奶奶还是在做梦吗 这一切怎么那么不真实呢 我靠在她肩上 抱着她的温暖 轻声回道 如果是梦 就一直做下去 如果是现实 就永远不要回头 奶奶正摸着我的长发 笑盈盈回我话时 找到地址的我爸爸 在这面色不善的爷爷找了过来 相比从前 爷爷憔悴了许多 红润的脸上有几分疲惫 却依然端着一家之主的架子 坐在廊下的堂椅上 屁腻着奶奶和她经营了半年的成果 你就这么缺钱 在网络上乞讨丢人现眼 你知道单位的同事都在背后 怎么笑话我的吗 他们说 他们说什么关我什么事 奶奶无情地打断了爷爷的话 我们早就离婚了 他们不会不知道吧 需要我网上发个离婚声明吗 也方便你下一段婚姻的正常官宣 我已经算半个公众人物了 是该注意影响 和那些不三不四德性 有亏的人有了瓜葛 小粉丝会脱粉回彩的 奶奶的强硬和网络热词 差点让我和壮壮跳起来鼓掌 爷爷气到吹胡子瞪眼 网络乞丐也算公众人物 别被人举报诈骗才好 给我们这个家庭造成了困扰 就是你不对 奶奶看我咬牙切齿 冲我摇摇头 示意我她能应付 我握紧了扫把 做好了随时把那父子俩 扫地出门的准备 壮壮看我严阵以待的模样 心领神会地从厨房里掏出了菜刀 我吓得要死 赶紧扔下扫把 抢了她的刀 奶奶不知道我们的动作 不懈地瞥了爷爷一眼 不如让网友评评理 是我靠双手养活自己 让你丢了脸 还是你一把 年纪不知羞 背着一家老小和你小秘书 在家里又会丢脸 我和我爸都像瓜田里的茶 一脸猛 爷爷像被掐着了喉咙 支支吾吾 什么优惠 你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 方方只是去帮我打扫打扫卫生 我爸像是突然被炮仗打中了一样 瞬间跳得老高 爸你还在跟他来往 上次他拿了卉卉的包 连累我被冤枉 跟卉卉大闹一场 差点进了警察局 你现在还敢跟他来往 他没安好心 我还要跟你说多少遍 爷爷瞪了他一眼 保姆做饭不好吃 让你方姨来帮我包个馄饨而已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一个包而已 是我答应送给他的 又不止几个钱 我爸气到崩溃了 换了快十个阿姨了 你离了那一口馄饨 就活不成了吗 找个臭不要脸的老小三 非要把家也搞散你 才开心是吧 爷爷丑事告破以后 在家人面前 也没什么尊严了 尤其家务上跟白痴一样 连东西放在哪里 都要麻烦我爸找 被爷爷当庸人使唤的 他早就忍无可忍了 借着今天这个机会 我爸疯狂输出到苦水 就说你那个皮鞋 是有多金贵 要人一天擦三遍 哪个保姆整天 捧着你的鞋子过呀 哪个保姆会像我妈一样 为不吃隔夜菜的你 三点起来煲鸡汤 给你煮馄饨 就连猪油 都要土猪肉熬出来的 现在满市场 哪里有正经土猪肉 你不是咸鸡汤不够火候 就是猪油星 连馄饨的褶皱 不是你喜欢的样子 也不行 这么难伺候 别说你只是个 普通单位的小领导 你就是美国总统 也没人伺候得了你 退下来了 就不要端你的官威 家不是给你耍威风的地方 给妈道个歉 消消停停接回家得了 爷爷气得火冒三丈 抄起扫帚就往爸爸投上来 院子里两个人打得鸡飞狗跳 奶奶熟视无睹 为我跟大壮做了我们最爱吃的麻辣豆腐馅的包子 滋滋冒油 皮透馅香 我一口气吃了三个 壮壮半大小子 胃口极好 直接吃了五个 爷爷咽着口水 重油重盐 一点都不健康 这么多年了 饭都做不好 还是贪吃的老一套 等你肾脏负担不了 有你受的 奶奶哐当一声关上了门 明天给你们炒辣子鸡 爆辣的 门外的爷爷气到吹胡子瞪眼 我和壮壮却拍手叫好 爷爷和爸爸落败而归 姑姑又当起了说客 妈 差不多行了 爸也知道错了 他都亲自来接你了 你就顺着他的台阶下了得了 这荒郊野外的 哪有城里好 我亲自来接你 你就别生气了 奶奶踩着他的缝纫机 头也没抬 我觉得再没比现在更好的了 是你不好过 需要我这个老奴才 回去伺候你吧 你那么爱狗 我才走了半年 怎么就让他病死了 以前可是狗打个喷嚏 你都怪我让他着了凉的 姑姑脸色不好看 还不是你突然撂挑子 狗不适应才得了病 你是我亲妈 您觉得 您对我不管不顾的合适吗 等你老了 还能指望 我哥伺候你不成 最后伺候你的 还不是我这个女儿 不过帮我照顾 几年小童而已 那么多人无条件 为女儿带孩子的 怎么就你不行呢 奶奶不屑地看了她一眼 我摊在床上动弹不得了 你抱着手机 打游戏 都不肯给我换尿袋 我还指望你伺候我 那我不如死在当场来的利索 姑姑被噎得说不出来话 奶奶又说 你跑这里来 你爸知道吗 她从来偏心你 知道你被刺她 还不气到跳脚 姑姑嘟嘟囔囔 天心我有什么用 大头还不是给了她儿子 现在又来了个不要脸的方方 最后家业落在谁的手上 还不知道了 我现在已经够辛苦的了 您就不能心疼心疼你女儿 回去带几天你的小孙子吗 奶奶冷笑道 她不是爱叫我狼外婆吗 方方奶奶给她买巧克力 她就说 方方奶奶才是仙女奶奶 你让她的方方奶奶带她吧 姑姑当场翻脸 小孩子的话 您也计较 太没意思了 奶奶哗啦啦踩着缝纫机 我就怪自己 从前计较得太少了 养出你这样自私的东西来 少花点时间打游戏 多注意点夫妻关系吧 没事了早点走 晚了我们乡下豺狼虎豹多 别吓着你千金大小剑 姑姑气得甩袖子走了 家辉好得很 至少没有因为你这样的妈亲看我 奶奶望着姑姑的背影 叹了口气 就不了吊死鬼 随她吧 奶奶小院子里的时光 在缝纫机呼呼转的滚轮里 跑得飞快 她已经从几十万的博主 升级成了百万博主 手上的单子也已经排到了年底 她丰富而充实 精彩又独立 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 我也在这个城市找了工作 周末开着车 带着奶奶和壮壮四处走走看看 晃晃悠悠地帮奶奶 弥补她错过的几十年的风景 直到姑姑和爸爸大打出手 双双进了警察局通知我去捞人时 我才知道 吴芳芳骗走了爷爷最后的养老前 仅剩的别墅 成了爸爸和姑姑争相抢夺的对象 以至于气到心机梗死的爷爷 还躺在病床上 他们不想着谁去照顾爷爷 却因为还没到手的遗产 大打出手 姑姑头破血流 被姑父接走时 恶狠狠瞪着我爸 我爸鼻青脸肿 被我接出去的时候 还在破口大骂 他们狗咬狗的戏码我不想看 把我爸扔在马路边 就回了奶奶家 隐忍再三 我还是把家里的变故 告诉了奶奶 她漫不经心地 在小包上缝着小厨局 吴芳芳那个人 是有几分小聪明在的 唯一的败笔 就是太把自己当回事 说着 奶奶把她的手机扔给了我 微信对话框里 吴芳芳炫耀般 向奶奶描述了 她骗爷爷的经过 网红又怎么样 你辛辛苦苦拍视频剪视频 在人前讨饭 都不及我在老东西面前 掉几滴眼泪 我说我得癌症了 需要几十万治疗 她毫不犹豫 把养老钱都打给我了 甚至拍着胸口说 我老头子要是嫌弃我了 她养我老 退休金都给我花 谁知道呢 一碗勾兑出来的老鸡汤馄饨 就让老头子感动落泪 直言是到如今 能对她掏心掏肺不离不弃的 只有我了 你认命吗 逗了一辈子还是输给我 而且输得彻彻底底 奶奶一次消息也没回过 还上过班的人 怎么就不知道 这都是犯罪证据呢 还赠予呢 这不明晃晃的诈骗 把我当了一辈子的假想敌 不知道是她太闲 还是我太优秀 将还是老的辣 奶奶这是留了充分的证据啊 我反手截屏后发给了我爸 奶奶也毫不示弱 顺便给爷爷也发了一条 当晚爸爸就打电话 爷爷因情绪激动气到心机梗死 可能要瘫痪了 奶奶打了个哈欠 挂断了电话 前夫而已 和我有什么关系 爸爸和姑姑难得齐心协力 把吴芳芳告上了法庭 她和爷爷那段不为人知的往事 以及恬不知羞的苟且 也在她熟悉的人之间传开了 包括她老实憨厚 不计较的老公 也老虎发了威 不仅带着他们的儿女 去做了亲子鉴定 还向吴芳芳提出了离婚 当然 净身出户的是吴芳芳 吴芳芳哭着扑到了爷爷病床前面 斥责我爸和我姑对她赶尽杀绝 而她只是要离婚后 和爷爷安安文文走完余生罢了 可惜 爷爷已经看过她对奶奶 耀武扬威的炫耀短信了 虽然躺在床上动不了 她还是喊来了护工 将吴芳芳架走了 法庭上 因为有我爷爷的作证 吴芳芳不仅要把骗的钱全部退回来了 还要补贴部分利息 她哭闹着指望能得到丈夫的谅解 可晕倒在大门口被送去了医院才知道 她口口声声的癌症是真的 只这一次 没有冤大头 为救她甘愿出钱出力了 被赶出家门的她 会是什么下场可想而知 爷爷以为她和吴芳芳的决恋 是和奶奶和好的开始 她第三下四给奶奶打了电话 你回来吧 我承认我错了 以后我们好好过日 我再也不折腾你了行吗 奶奶坐在院子里 夕阳红染透了她的半张脸 她整个人和夕阳余晖一样 亮得耀眼 不好意思 免费保姆早就辞职了 你没了吴芳芳 不是还有一双宝贝儿女吗 惯了她们那么多年 该她们出力了 奶奶挂断电话 开启了直播 在镜头前 她戴着老花镜 在缝纫机上 咯吱咯吱 踩出了她独特的风采 为了家产 爸爸和姑姑 闹到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 爷爷烦不胜烦 做了财产分割 拿到各自的财产以后 他们毅然决然地卖掉别墅 将爷爷送进了养老院 爸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们哪里会照顾人啊 我自己都照顾不了 我也有小童要照顾 学区房又小 实在不方便您过去 爷爷老泪纵横 却阻挡不住一双自私儿女逃离的步伐 爸爸拿着钱 转身投入他朋友的投资行业 要挣个小目标 姑姑也为了小童上更好的学校 和姑父假离婚后 拿全款在他名下买了学区房 可惜不到半年 爸爸的投资颗粒无收 连所谓的朋友也失了踪 奶奶无数次跟她说过 酒肉朋友不可信 她听不进去 离婚的姑姑也复婚无望 学区房里住下了钱姑父 和她大肚子的小学妹 奶奶也把钱姑父躲在卫生间 跟小学妹视频的事情 告诉过姑姑 可她宁愿指责奶奶窥探隐私 因不愿意带她孩子 而离间他们的夫妻感情 也不信自己老公外面有人了 现在人才两师 她那个白眼狼儿子 也因为小三 给她无限制吃冰激凌和巧克力 而选择爸爸不要她 他们一无所有 连生活都成了问题 又想到了我奶奶 奶奶如今是本世 小有名气的网红 更是传统手工艺与文化的宣传大使 高速路旁她的大海报 温柔又张扬 几次求和企图吸血的行为 被奶奶拒绝后 爸爸无耻地开了直播 她控诉着奶奶 卷着家产逃离 无情抛弃瘫痪的爷爷 和落难的儿女 甚至连基本的亲情都没有 姑姑也发视频回应 只要妈妈愿意回头 我们依旧在原地等你 外面世界再好 又怎么能好过 自己家里的温暖呢 老太太气到吃不下睡不着 尤其大量订单被退货 更像是给奶奶的自信心 重重一击 面对奶奶的焦头烂额 两个烂人只高气阳 何必呢 非要玉石聚焚才甘心 现在好了吧 死都只能抱团死 他们赖在奶奶的小院子里 糟蹋着小院子里 奶奶一点点 置办起来的小美好 直到奶奶崩溃 问他们到底要怎么样 两个吸血鬼 才撇开了血盆大口 你这账号也挺值钱的吧 既然是我们的妈妈 自然也有 我们一部分不是 多的也不要 给我们一人一百万现金 然后以后的账号收入 分成三份 你和昭昭一份 我们各占一份 你同意的话 签个字 我们马上给你录道歉视频 你依然做你的大网红 定时给我们打钱 我们再不闹你了 奶奶气到差点昏过去 我玩耳一笑 壮壮 怎样 房顶上举着手机直播的壮壮 给我比了OK 直播间里几十万人 他们一直要求 打出去 我冲着他们耸了耸肩 电子设备是都关了 可你们忘了壮壮 两个人的丑态 暴露在了人前 铺天盖地的骂声里 警察叔叔终于来了 以造谣恐吓罪 将两个人当场带走 一夜之间 风向骤变 奶奶不仅成了全网心疼的对象 更是无数被绑在家务里 不被重视 看不到自身价值的女性的代言人 她倾听着他们诉说不幸 却也开导 他们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 尽可能找到自己 人无论在怎样的绝境里 都不能放弃生的希望 也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也不能忘了做自己 丢掉自己 就是失去一切的开始 年近七十的奶奶懂了 在生活 工作与情感里 无限内耗的人 更要懂得 自救才是出路 爸爸和姑姑 被爷爷保释出来以后 成了过街老鼠 姑姑混时间的前台工作 因为网友的抵制 无奈被开除 爸爸本来就是无业游民 终于在这个时候 想到了爷爷的退休金 他们兄妹齐心 把爷爷接回了出租屋 靠着爷爷退休金 养活三张嘴 可惜钱拿到了 对爷爷就是让他死不了 却也不让他活舒坦 吊着一口气 吃喝拉撒都在床上 连身上生了乳窗 发出恶臭 也没人过问 爸爸朋友圈我看到过 爷爷皮包骨头 躺在脏兮兮的床上 床边放着一碗 驼了的面条 就是爸爸的孝心 受不了的爷爷 呜呜呜呜给奶奶 打去了电话 你回来吧 我的退休金都给你 我错了 只想跟你好好好过日子 他们骂我 折腾我 一点自尊都不给我留 我这辈子没这么窝囊过 我想你了 你回来吧 奶奶冷冷一笑 拿你的退休金去请护工吧 我忙着呢 没空听你诉苦 奶奶挂断电话 转身笑盈盈地 教年轻人做起了手工 火红的太阳落在他乌黑的发烧上 像给老太太度了一层光 不到半年 爷爷死在出租屋里 臭了才被人发现 我爸和姑姑为了推卸责任 以及抢我爷爷手上那块表 在尸体面前大打出手 最后不欢而散 连收骨灰的人都没有 不得已 我去了领了骨灰 爸爸一把年纪 还不知道沉下心来好好工作 一直四处混 勉强喂饱肚子而已 哪里还有人呀 听说我领了爷爷骨灰 又开始打感情牌 爸爸活不成了 病得起不了床 招招 给我打三千块钱吧 就三千 我无情地骂到 等你死的时候 我会花三千块钱 给你买股灰盒 除此之外 别想问我要一毛钱 他的咒骂 被我挂断在电话那头 再次接到他的电话 是在姑姑被判刑那天 听说姑姑不甘心 好好地加倍别人战 埋伏在小三公司楼下 把即将临盆的人推下楼梯 导致对方胎死腹中 还被摘掉了子宫 前姑父不仅没回头 还将姑姑告上了法庭 以蓄意谋杀的罪名 送了姑姑十年牢狱之灾 爸爸半年之间家破人亡 终于忍不住哭到失声 好好的家 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他想不明白的 所谓的好好的家 是奶奶瘦弱的身子 极力撑着的 她撑不住了 虚假的平和骤然轰塌 无能的我爸和自私的姑姑 就成了废墟下压碎的渣 奶奶依旧在缝纫机前 滋滋地踩着她的价值与自由 一只金黄色的蝴蝶 缓缓落在院墙上 似是宁氏奶奶良久 又缓缓飞走了 前面是更广阔的自由与旷野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 对你有所感触 尚未订阅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击订阅 这样我们可以每天陪伴你 让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一起慢慢变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